第3895章三剑之力 柳无邪清晰地感受到 自己的剑龙正在不断后退 承受不住龙天中 周身释放出的诡异能量 这是什么力量 竟如此之强 站起来的那些修士 一脸惊恐地说道 随着能量不断涌出 龙天中周身释放出的气息 越来越强 半步神地境 他竟然突破到半步神地境了 不到片刻功夫 龙天中周身气息 憨声道半步神地境 饶是众人早有心理准备 还是忍不住发出惊呼声 最开心的莫过于那七大上古家族 起初他们还担心龙天中 不是柳无邪的对手 现在看来 他们的担心多余了 这里是生死雷台 不像是之前那一战 有诸多高手暗中相助柳无邪 阵法已经开启 任何人都干涉不了 只能有一人从雷台上活着走下来 协议之气越来越浓 龙天中低垂的眼眸中 闪过一丝妖异之色 场外相隔较远 看得不是很清楚 柳无邪却能看得一清二楚 果然如此 他的原神 已经被外物侵蚀了 凭借鬼谋的洞察力 以及天乏之眼的精神感知 终于察觉到一些不寻常 龙天中的原神上面 附着一股不属于他的力量 包括他体内的世界 有一股怪异的能量暗中操控 一指剑归来 柳无邪脚步轻移 一剑斩下 没有强横的波动 只是试探 面对柳无邪斩向自己的御龙剑 龙天中不退反进 右手直接抓向柳无邪的手腕子 想要强行夺回属于他们龙家的神兵利器 不知死活 柳无邪没想到龙天中敢空手夺百刃 手腕陡然转动 长剑形成一个圆弧 完美地风堵住了龙天中右手 两人都是绝顶高手 短短半席功夫 就便招数十次 让四周围观的那些人看得眼花缭乱 好快 他们的攻防速度太快了 那些实力较弱的修饰 根本看不清楚他们是如何交手的 只能看到一道道残影 只有那些高级神黄镜 勉强看到一个大袋 一个月不见 柳无邪的实力 又提升不少 上古石家一名长老开口道 当日那一战 无数人利用记忆服录 将当时的战斗影像记录了下来 各大宗门买走这些影像 回去后不断钻研 希望从中能学习更多的知识 砰砰砰 雷台上传来一连串密集的撞击声 两人迅速分开 一番碰撞 谁也奈何不了谁 柳无邪握紧玉龙剑 就在刚才 手中的玉龙剑险些被龙天中夺走 幸好自己反应足够及时 鬼谋 天罚 死亡之谋 万象四大神谋全部开启 时间之眼柳无邪并未开启 只有关键时刻 时间只能才能起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四大神谋加持 龙天中的一举一动都在柳无邪窥视之下 死亡之眼不断释放出死亡法则 侵蚀龙天中的肉身 柳无邪能察觉到 龙天中体内的诡异力量 惧怕死亡法则 万象目的是扭曲时空 让龙天中一些攻击偏移轨道 这些都是小技 想要击败龙天中 仅凭这些还不够 只能起到辅助的作用 柳无邪 拿出你的真本事吧 龙天中舔了舔心红的嘴唇 拿出一副奇怪的手套 戴上后 雷台上的气温陡然下降 这是什么手套 竟然可以影响天地规则 围观的那些修饰顿时一惊 龙天中拿出来的手套太不正常了 这是邪屋之手 用人皮炼制出来的手套 端坐在平台上的南黎家族 长老猛逼站起来 终于知道龙天中接受什么传承了 踏上雷台上的时候 柳无邪就说过 龙天中去接受了某个传承 没想到是世间最邪恶的邪屋之神 不知道什么时候 祝容出现在人群中 得知柳无邪跟龙天中生死战 他放弃了攻击两一辅跟万耀城 赶来替柳无邪加油助威 火神大人 这是邪屋的力量 当年就是邪屋害的我们巫族险些灭族 站在一旁的巫脸上充满着无精的仇恨 牙齿咬得落崩下 恨不能现在就杀上雷台 诛杀龙天中 邪屋乃巫族分支 体内拥有巫族血脉及其稀薄 他们修炼的术法跟巫族完全不同 靠着蛊惑人心来迷惑世人 修炼的皆是邪术十分歹毒 我们必须要通知无邪 不然以他之力 根本不是邪屋的对手 一旁的盲同样是交集万分 邪屋的力量他们心知肚明 别看柳无邪强大 能击败无 在邪屋面前还是太弱了 阵法已经开启 外界的声音无法传递进去 现在想要提醒已经来不及了 祝容暗自交集 却没有任何办法 以免外部力量打搅他们大战 阵法一旦开启 生死台中的声音可以传到外面 但外面的声音 却无法传入生死台 就是保证大战的公平性 柳无邪眉头紧皱 龙天中戴上手套的那一刻 天道神书猛地跳动一下 这是不好的征兆 高举玉龙剑 这次没有藏着 无精的圣经之力席卷而出 四级扫风斩 五行断合剑 六处夜归行 柳无邪一连三剑 剑翼如同潮水一般 不停地涌向生死台 令人窒息的剑气 连场外那些修饰 都感觉到了窒息 处于生死台中间区域的龙天中 感受到前所未有的压力 他可是半步神地境 竟然都被压制住了 要是等柳无邪突破到神皇境那还了的 一道道山河之力席卷天地 六处夜行 形成强横的精神压力 不断侵蚀龙天中的浑海 四级之风 五行之力 层层叠叠 三剑连出 形成末日之相 站在祝容身边的吴 已经震惊地说不出话来 直到此刻才明白 大殿那一战 柳无邪还是藏着了 要是祭出这三剑 吴需祭出第九剑 他就拜下阵来 强 太强了 柳无邪将剑之一道 领悟到如此程度 足以媲美那些荒谷天骄了 无数赞叹声在四周响起 他们被柳无邪这一剑深深吸引 剑谷之力 剑心之力 混沌之气 全部融入剑鼠之中 让这一剑拥有碧尼之势 笑傲天穷 人剑合一 剑神助心 他的剑心已经修炼到圆满无暇境了 站在天神殿区域的天剑耕地 剑不禁唏嘘一声 他们万万没想到 柳无邪能将剑术修炼到如此程度 连他们这些活了万年的老怪物 都望尘莫及 狂风肆意 雷电闪烁 一丝丝天地规则之力被柳无邪掌控 如此骇然的场面 众人已经无法用言语来形容了 青石雷台发出猛烈晃动 里面的符文不断崩裂 承受不住三剑之力 徐灵雪他们表情凝重 粉圈紧捏 一刻不敢分神 言语停止哭泣 脸上流露出坚毅之色 他绝不能让孩子看到自己软弱的一面 韩飞子他们肃目而立 大战开启的那一刻 他们就没有坐下 恨不能清零战场 与柳兄一同大战 远处 还有大批修士 源源不断赶来 早已填满了整个山脉 无论是苍穹上 还是山峰顶端 到处都是人 连那些妖族都忍不住前来 目睹这一场盛事 三剑之力 洞穿苍穹 阵法出现猛烈晃动 随时都有崩塌的迹象 负责看守阵法的长老 立即拿出阵法时修复 以免阵法破裂 柳无邪 如果你就这点力量 那你可以死了 面对笼罩而下的三剑 龙天中发出一道轻蔑的声音 纵然是顶级神皇境 面对柳无邪这三剑 只能避其锋芒 龙天中居然嘲笑这三剑之力太弱了 柳无邪面无表情 绝对不会因为龙天中的一番话 影响自己的心智跟战斗节奏 龙天中说完 双拳屏推出去 手中圈套发出诡异的波动 形成强烈的撕扯之力 将柳无邪的三剑力量封锁住了 这种诡异的攻击方式 柳无邪第一次遇到 一时半刻找不到破解之法 果然是邪屋之力 南黎家族长老终于可以肯定 龙天中获得邪屋传承了 这一战 柳无邪为以 叶家一尊长老眉头紧皱 来的时候 劳族可是告诫他 一定要保下柳无邪 因为他关乎人类未来的命运 绝不能有事 要是他死了 人族的命运 究竟走向何方 连他们都不清楚了 这可是生死战 不死不休 全境之力 横冲直撞 破解柳无邪三剑之力后 以雷霆之势 撞向柳无邪的身躯 十二精品连台 柳无邪不确定全套力量如何 直接祭出十二精品连台 以免阴沟里翻船 正如他所料 全套的力量 已经超出这片天地 幸好他早有防备 轰 柳无邪感觉自己的身体 被摸补强横的力量极重 身体直接飞起来 强横的气劲撞击在他的胸口上 震得柳无邪头昏眼花 仅仅一个照面 自己竟然受伤了 这是所有人始料不及的 包括柳无邪自己 无邪言喻虽然早有心理准备 看到孩子被击飞 还是忍不住站起来高呼一声 无邪听不到我们说话 都坐下来 别影响无邪战斗 南宫瑶基这时候站出来 让所有人都坐下来静静观战 要是让无邪看到这一幕 肯定有心理负担 第3896张邪屋之力 柳无邪三剑 震碎苍穹 掌控天地之规则之力 蕴含精神与神魂双重攻击 就这样轻松被龙天中一拳破解 生死擂台上陷入一片混沌 邪屋之气蔓延 隔着防御阵 亦能感受到那股让人浑身不舒服的气息 咔嚓咔嚓 柳无邪布局的剑势 正在不断溃败 犹如透明的玻璃罩 四分五裂 事情也没有停止 拳套深处传来嘶吼声 如同野兽嘶吼 厉鬼咆哮 幸亏有十二精品连台抵挡 不然柳无邪不死也会重伤 浩强的力道 这股力量为何我从未见过 阵法隔绝了他们的声音 却无法隔绝生死擂台中的气息泄露 大部分修饰不明所以 第一次感受这毛骨悚然的气息 仅仅是吸入一口 就浑身汗毛倒立 柳无邪处于战场中央位置 可想而知承受多大的压力 邪屋 竟然是邪屋之力 精神剑宗一尊老古董终于认出这股气息的来历 竟然是消失已久的邪屋之力 老前辈 什么是邪屋之力 周围那些修士纷纷出言朝着为老前辈问道 他们第一次听说邪屋之力 这件事情要从几十万年前说起了 那时候三大天狱还没彻底分裂 中三狱处于三大天狱中间位置 发展甚至要比上三狱还要繁盛 随着时间的发展 天地规则不断演变 上三狱因为靠近荒谷神狱 天道规则较为完整 才力要我们中三狱一筹 论面积还是繁华程度 我们中三狱才是三大天狱之首 那时候百花齐放 万家争鸣 千足带兴 不论是邪修 还是魔修 都被世人包容 却出现一个另类 那就是邪屋 听起来像是一个人 其实是一个种族 他们以人血修炼 人骨熬制汤药 人皮炼制成兵器 龙天中手中的拳套 其实就是用无数张人皮炼制而成 邪屋最厉害的是蛊惑人心 邪屋将杀死的那些人族剥皮抽骨 用人皮炼制出来的兵器 极其诡异 可以破除人类的攻击 这就是邪屋之力的厉害之处 精神剑宗这位老古董 将自己知道的如实道出 乱世即将到来 就算现在不说 一年后他们也会知道 在有一年半 乱世来临 又是一个十万年循环 又有多少修士 能熬过下一个十万年 放眼再长几十万修士 真正活了十万年的少之又少 纵然是天剑跟地剑 也不过活了六七万年而已 对当年的事情 知道不多 嘶嘶嘶 听完这位前辈的解释 四周传来一阵阵倒西凉气的声音 每个人对龙天中怒目而视 没想到他修炼如此邪恶歹毒之法 难怪能在短短大半个月的时间内 提升这么多修为 原来是接受了邪屋传承 邪屋死后 将自己的力量封印起来 等待传承人 接受了邪屋传承 意味着以后的命运 交给了邪屋 这就是邪屋的厉害之处 他们通过蛊惑人心 能占据你的元神 控制你的灵魂 常人以为蛊惑人心 是通过言语 让你做一些违背道德伦理的事情 其实不然 蛊惑人心还有一种解释 通过某种特殊手段 操控你的心灵 让你成为他人手中的傀儡 老前辈一番话 瞬间将天神殿推到风口浪尖 难道天神殿已经入了魔道 各种讨伐声 扑天盖地 不断卷向天神殿所在区域 天神殿高层估计也不知情 龙天忠应该很早之前就找到邪屋传承之地 之所以不敢接受传承 因为他不确定 自己能否驾驭 如今生死战迫在眉睫 想要击败柳无邪 只能将自己的身体献祭给邪屋 精神剑宗老前辈说完探惜一声 修炼邪屋之术 需要付出极大的代价 天神殿高层不可能拿自己的性命 跟宗门生死存亡做赌注 关于邪屋之力的事情 正在以极快的速度在四周蔓延 这一战纵然龙天忠取胜 他也会成为众矢之地 众三玉修士绝对不会让他活下来 以免祸害其他人 修炼邪屋之术 需要蚕食人类精血 吃人类骨头 拿人皮炼制兵器 这样的邪魔 怎么可能允许他存在这个世上 魔族虽然残忍 以人族为食 却不会拿着人皮炼制兵器 妖族残暴 最多一口将人吃下去 不会做出如此邪恶的事情 唯有邪屋 他们所做的一切 遭天地不容 不然邪屋种族也不会一夜之间遭到灭绝 可可 大战还在继续 柳无邪艰难地站起来 十二精品连台替他抵挡住了大部分力量 自己只是受到小部分冲击 基本没有什么大碍 我看你还能坚持多久 龙天忠舔了舔心红的嘴唇 脸上的表情更加猙獰 五官扭曲在一起 双目喷射诡异的绿光 宛如野鬼孤魂 模样让人惊惧 柳无邪深吸一口气 太慌喷天绝运转 体内的伤势很快修复 他的肉身 已经触碰到天地极限 这点伤势 还威胁不到他 想要杀我 你这点力量还远远不够 柳无邪说完 身体弹射而起 犹如汉地拔葱 一剑凌空斩下 七星斩神月 八方破荒剑 又是两剑 形成风雷之势 七星连珠 八方牢笼 柳无邪这两剑的威力 要比刚才三剑还要强 场外修饰看得目不暇接 纷纷停止交谈 目光紧紧锁定战场 生怕漏掉一个细节 这样强者交战 一辈子也未必能遇到一次 要不是赶上乱世即将来历 也不会爆发这么多的大战 乱世不可怕 乱世前才是最可怕的 那绝对是一段灰暗的时期 各种伦理道德 会在这段时间遭到无情的践踏 等乱世过去 重逐秩序 又会迎来一段和平期 面对斩向自己的两剑 龙天忠扭曲的面孔上 发出一阵阵凝笑 斩皇拳 龙天忠依旧是平淡无奇的一拳 却能影响天地规则 让柳无邪见识速度放慢 镇自觉 柳无邪一声力喝 祭出镇自觉 奉印四周天地 两人谁也没有藏着 各种宝树施展出来 柳无邪仗着宝物数量众多 龙天忠一时半刻奈何不了他 换作其他顶级神皇 柳无邪自然不惧 面对邪污 还是有些捉襟见肘 整个生死台 全部被柳无邪进步起来 连空气都停止了流动 龙天忠身体一带 仿佛被魔骨强大的进步之力 进步了他的四肢 邪污之血 龙天忠拿出一枚瓷瓶 打开后将里面的液体 导入口中 接着将口中鲜血 喷射到空中 轰柳无邪的震自觉 直接炸开 承受不住邪污之血的冲击 这是 这是邪污流下来的精血 龙天忠到底获得一个 什么样的传承 难道他获得邪污之躯了 精神剑宗老前辈精的站起来 眼眸深处 闪过一丝凝重 柳无邪也没想到 自己的震自觉 就这样被破解了 邪污之血 具有极强的腐蚀性 不断地侵蚀空间 柳无邪不敢掠其锋芒 只能选择避让 身体后退 见势不解 万千神剑凌空而下 诸神剑阵 出 趁此机会 祭出诸神剑 万禀神剑 形成诸神剑阵 盘踞整个生死为台 形成毁天灭地之势 压制住了龙天忠的进攻 战斗至此 柳无邪记 没有祭出一号跟二号 也没有祭出影一 他想要知道 自己的战斗力 到底达到什么程度 龙天忠肯定 还藏着许多底牌 自己要是一下子 将所有底牌都拿出来 对接下来的战斗 肯定不利 主人 邪污之力 对人足有极大的克制 不能摆脱邪污之力的压制 你很难取胜 主人战斗的时候 宋扬不断帮助他分析战局 经过肃娘科研 主人不论是底蕴 还是修为 以及宝树 都在龙天忠之上 虽然龙天忠接受了邪污传承 大半个月强行将境界提升到半部神地境 但根基不稳 不像是主人 靠着自己努力一步步修炼起来 根基十分扎实 我尝试过各种办法 无法压制邪污之力的侵蚀 柳无邪何尝不知 邪污之力中蕴含的蛊惑人心之力 极其难缠 渗透到他体内 欲要控制他的元神 两剑之力席卷而至 逼着龙天忠做出反击 柳无邪既出鬼谋 捕捉龙天忠体内每一个细节变化 包括渗透出来的邪污之力 寻找破解之法 柱容他们焦急万分 却无可奈何 他们的声音根本渗透不到生死雷台 柳无邪一边战斗 目光四处瞥了一眼 从四周寻找一些契机 当他目光瞥向右侧一处平台 正好看到祝容还有吴 他们朝自己看过来 乌借法则 乌借法则 祝容跟吴大声高喊 可惜四周声音太大了 又有阵法隔绝 柳无邪根本听不到 他们在喊什么 无奈之下 吴拿出一枚装污器的袋子 使劲递在柳无邪面前挥舞 奇怪 他们拿装污器的袋子做什么 到底他们想要告诉自己什么 柳无邪一头雾水 外面人太多了 战斗又是瞬息之间的事情 柳无邪无法从他们口行中捕捉到有价值的信息 一闪而是 来到雷台另外一处 已经看不到祝容他们了 龙天中又是一拳袭来 携带吴京的邪污之力 逼着柳无邪后退